疫情升温 金门县政府为了因应疫情 确保金门业务正常运作 县府各单位启动居家办公和异地办公的双轨进行 社会处4月29号公开单位内的异地办公情形 包括富佑科、社福科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力移到金城综合社会福利馆上班 其他科室部分人力移到金湖社福馆、中南社福馆上班 人少我们就隔人两天 如果人通就拉开变成一个大间 金门县政府因应疫情变化 在去年就要求各单位要计划分流的异地办公 避免群聚,确保万一有县府员工被匡列隔离 还能够保有县镇的正常运作机制 政府为了因应疫情的关系在继续 所以希望我们立定各单位能够增长分流 用力去继续地址 如果部分被匡列或者贷害的话 能够政府的出单就是这个 在现场超前主持之下 社会是我们做下的经历 首先把这个相关的经营单位分成在我们这个管制 以我们的精诚一种为例 政府的政策是每一个分析 设计的社会中心 那我们经常在这边就设计 设计的社会中心 那这里头确有总政 这样的人也分成上下两层 有两个办公室、两个会堂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没有分商 这件事情在分商完再分流 社会处处长董森也表示 社会处目前将底下各科室 分散在各地的服务馆办公 另外县政府也表示 居家办公人数 每天以不高于现有的原额三分之一为原则 目前以五天为一个周期 总共有95人实施居家办公 起来 我组绍 请 这么